哈喽大家好 这个现在大盘的情况并不是很好 大盘的话今天是下降 你看这个涨的话没几个 亚马逊呢还不错 亚马逊出了财报之后 等会我们看一下 这个还是不错 特斯拉今天呢有一定的反弹 其他呢基本大概都是在红的 都是这样 有一定的回错 我们看一下大盘 今天很重要啊 今天是4月30号 这个月底又是 今天friday又是收周线 我刚才在看比特币 那就先讲比特币吧 今天比特币你看这个阳线不错啊 而且你看所有的technical的 都是从下往上在走 下面是RSI 这边是stochastic 一个步骤的往上走 他们两个现在说的是 基本同一件事 短期的话比特币会涨 这就是说明短期的话 这个就从日线图来讲来的 的话现在是一个短期涨的一个波段 至少会涨到这吧 所以说没进比特币的可以稍微买一点在这 比特币涨的话我想以太坊也差不了多少啊 以太坊比比特币涨的还好一点 一直呢都是一个涨势 它突破了这个三角整理了之后 在这整理的段时间一个非常好的整势 涨势继续保持 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VET VChain的话也在高位做一个盘整 所以这比特币涨呢 它也有小幅的上涨 它啊我认为它大概率的话 在这个范围之内做一个盘整 现在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所以说现在基本是在这个 这个结构的范围之内的一个均价了 基本现在是均价 均价什么意思呢 它不高也不低 大概就是大家的持仓的 在这个高位的持仓的成本也就是在这儿了 第一如果低于这儿你买的话就是赚到了 如果高在这儿呢你买的话呢就是暂时啊 也就是暂时短期来讲的话 是稍微价钱贵了点 你比方说你在这个影线的地方买啊 0.13 0.143 你在这个返抽的地方 你进到了货的话 那就是恭喜了 那就是你等于是买到便宜货了 回到大盘NDX的话 暂时呢这一段局战这一两个礼拜呢 都是在高位做一个横盘 然后stochastic也开始往下调整了 看着 哇一下 stochastic开始往下调整了 RSI也在往下调整 啊 但是呢 价钱呢 还是在这个做一个横盘 没有做没有太大的向下的调整 啊 它下行的也概率还是蛮大的 它应该可能会回探 不是应该啊 就是有一定的概率 照图尼之前的分析 它有一定的概率 还是回到13600 做好这一手准备 啊 因为在这个高位的话 我觉得它的动能有点不足 而且根据这个这两个的technical的indication啊 有一定下行 进气啊 这是进气 幅度应该不是很大 所以说不用太担心 啊 我的右边的screen还在同时在展现其他的一些这个图形 因为我这一个图了 你看我这个录屏的时候一个图的话 也就只能放两个indicator technical analysis的indicator 我现在把这两个重要的放在这 我右边的屏幕 我可以看到其他的indicator 当然还有tony的secret的indicator 从来没有显示过 这个估计要等到这个 看哈 看吧 我现在不想开什么什么membership啊之类的 但是 总会有所保留的 对吧 大家都是这样 tony呢 就是尽量分享能够给大家分享的东西 ok 根据这个其他的indicator 这来表现的话呢 短期会有一定的下降 回调 应该认为是 应该说是回调 达到周图 达到周图的话 你看他这个两周的范围之内 大概是在高位 他上不去了 动能呢 暂时不足 动能暂时不足 然后回调一下 是也是很正常的 回到了13375 或者是134的左右都是很正常的 并不能说明趋势的改变 所以说就算他回调到这个地方 应该这个不要担心减仓啊啥的 不至于造成这个操作上的一些改变 好快速的看一下个股 特斯拉的话 这个今天比较强势 特斯拉今天是一个低开高走一个阳线 啊这个形式比较好 但是呢 但是还是在这个黄色的均线的压制范围之内 啊还没有 虽然它价格起了变化 但是并没有在结构上产生这个质的变化 没有产生质的变化的话呢 就是还是还是一样 对吧 还是这个老的趋势 我们希望它能够跳起来 这段回调和盘整 其实这段区间啊 从这儿到这儿 一个回调和盘整也是非常好的 如果它能够跳起来的话 这个将是一将是非常好的一个爆发 在这里将是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啊密切关注 如果它下周继续保持在外 那托尼就要进入多单了 比方说在这里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尤其是call 你要是把这里作为一个call 马上就能赚钱 能够赚很大的盈利 50%的盈利都是很正常的 我说的是call的wop 但是如果下周 它在这里又开始小红点 然后就开始在这磨叽磨叽 然后慢慢下行的话 阴跌开始 那又开始麻烦了 就是说它这个 它还是上攻不力 最终还是看它能不能上攻出这一线 能不能跳起来 跳到这儿 所以说现在还是处于局势不明朗的一个状态 英诱跟它也差不多 今天也是一个低开高走 然后状态也一样 还是受到压制 还是一个下行区间的一个盘整 没有发生这个质的变化 stochastic从高处准备往下走了 下行的风险还是有的 Apple的话这个stochastic已经开始往下行了 所以说暂时的话还会跌那么几天 看它怎么样 能不能在这个区间保持住 然后掉头向上 打开上面的空间 那将是托尼比较期待的 希望它能打开上面的空间 如果没有打开的话 那我们就还是按托尼操作还是按兵不动 亚马逊的财报非常的好 亚马逊的话 托尼也是现在是在属于看好 我觉得它已经打开了上面的空间 它相对于这个Apple来讲的话 你看它已经突破了上面的境线 然后盘整了一段之后继续向上拉升 托尼认为它已经打开了上升的空间 今天尽管的话它是高开低走 问题不大 托尼已经有多担在手 有多担的call也有call 其他的股票都大差不差 跟着大盘都有一定的下调 大盘降的话 那股票都得有一定的下调 但是有的是涨势中的下调 有的是下降趋势里的继续下跌 这个两个性质是不一样的 我给你举几个例子 MA的话 比方说现在它是属于一个上升趋势中的下调 所以说它降到371块钱左右的话 那将是很好的买点 这就是上升趋势中的下调 如果你看那几个差的股票 不好意思拿一个坏点型出来了啊 TAL TAL的话这个明显的是一个下行的趋势 它打到了这个上面的你看 打到中期的均线马上被打下来 而且这个在跌势中呢跌的也快 所以说这种 啊 TAL这样的图现的话 如果在这一点的时候 在这边反弹 其实就是出货的机会了 因为现在的阻力非常的大 你看 这是前期的底部 这是一个阻力 同时呢 这是中期均线的阻力 所以说它遇到JRF 它往下被打下来 那那是必然的 当然现在有点马后炮啊 但是目前来讲的话 它还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这个所有技术指标都在说下跌 MACD 我们要来看一下 MACD刚才我们在 我在右边屏幕上看的话 是暂时是属于下跌的一个趋势 零周以下 啊 啊 但是还有一点啊 就是说我打到周图来看的话 好像并不是那么糟糕了 因为在200币均线 你看 在这里得到了一个支撑 所以说它在一段区间之内 估计是在这个范围活动了 它跌破200币均线的这个概率也不是太大 啊 另外一个例子 NEO的话 也是一个下跌趋势中的一个反弹 目前来讲的话 因为它并没有站上这个分水岭以上 所以说在这分水岭以下的话 它还是下跌的趋势 除了绿线 除了绿线 就是下跌趋势的一个反弹啊 而已 这是我目前的正股持仓啊 啊 服营的话也有一定的下错 下拉拉到这 好吧 啊 托尼总是这么认为的 反正就是说其他的啊 频道我也看啊 但是你讲的一套一套的 也就是一种授课 一种老师那种讲课 对吧 讲理论 没有实际的话 没有真实的持仓 没有真实的操作 托尼来讲的话 怎么也不能够信服 所以说托尼的频道这里是亮出持仓的 啊 这就是我的风格和我的理念的认为 话说到这儿 我准备买点GBTC了 今天我不是刚才是分析了吗 比特币可以加点仓 GBTC反正在这加点吧 一百股 差不多 你看今天也就是GBTC在这涨了 买了 其他感觉今天没什么好说的了 啊 如果大家希望我讨论点什么 看看什么股票的话 不在我的list范围之内的 下方给我留言 adb的话 比方说就是一个这个上升趋势中的一个高位的盘整 所以说这个的话 性质不一样 nvidia nvidia 目前看不准 它是继续横盘 那些趋势这是不明显的 啊 我们我们现在做的是趋势 对吧 没有趋势的话 我们找的是趋势 对吧 一定要找趋势 bili bili没说 bili的话会有一定的下挫 但是也不一定能下挫到哪 哪去 它下面的支撑还是在99块钱左右 你看这个200队均线的这个地方 他上攻呢 受到了 第一次上攻 一般都上不去 遇到黄线的 他一般都要两三次的冲击黄线 然后第三次冲上去 比方说 这是拖内发现的一个规律 一次基本冲不上去 纳斯达克的话 啊 月线 今天不是说月下吗 月线是阳线 但是 管理比较高了 现在 你看这个价格和这个均线的距离 已经开始有点大了 所以说需要注意了 需要注意 什么时候 他就开始回调 比方说 但是你也永远也说不准 现在唱空的人就大有人在 对吧 他当然他就开始唱空 他他他从这就开始唱空 然后这也唱空 这也唱空 然后这也唱空 等到上升到16000点 他继续唱空 总有一天他是对的 所以说那些东西都 也就是听听 哎 你也不能作为操作的这个 这个依据 对吧 你看那个前一段的这个 这段涨幅 我们慢慢回放 涨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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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 涨 现在唱空 要不要唱空 开始唱空了 继续涨 瞎脱了一下 调整了一下 在这调整了一下 继续涨 在这调整 开始调整了 继续涨 继续涨 这个一个打 大控柱子打下来 害怕 继续涨 这个market总是让你意想不到 好到这开始跌了 到这开始跌 也不用太担心 会有迹象 到这里 你看这多少个月 大半年的一个调整 它下啥了 这会马上反弹 在这反弹的时候 到时候出货 就完了 形成了一个头部 你看好几个月的头部 这个总是有充分的时间 能让我们出去的 你至于你不出去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比如说到了这跌到这了 还不出去 那就是个人的问题了 这个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没有头部 对吧 没有头部 它继续涨到哪的话 谁也没有水晶球 谁也不知道 大环境来讲的话 美联主还在等待说 2%的inflation没问题 就等着涨2%了 然后就位率机会上来之后 然后至少要到年底 不利的因素 也就是拜登加税的一个事情 还有这个美联储 只要不改变它的量化宽松 现在呢 就没有系统性的风险 这个 而美联储要改变这个 昨天包威尔不是讲话了吗 大家应该看一看包威尔 来继续讲话 Catco News 有这个包威尔 这个全部的视频 错过了 大家可以继续去听一下 通常率就算升到2% 美联储也不会有动作的 一定要说比方说再过了一年 再过了六个月一年 一直在2% 而且有加速的一种趋势的话 persistent 那个keyword 抛威尔奖的话 如果persistent going up 那美联储可能会采取措施 而且会说一定会采取措施 他没有说什么措施 具体什么措施呢 那不用说 那肯定是加加息 对吧 那时候的话 他就会说 比方说 现在就业机会比较好 大家都复苏了 因为现在美国的疫苗打的也不错 我 我们这边基本都打了疫苗了 我打了第一针 第二针 准备schedule 就是说 疫苗现在都开放了 对public 就要是 都预约了之后 都可能 基本能打上 所以说这个经济的复苏呢 夏天经济复苏 也是非常有指望的 形势一片大好 就美国这边的情况 当然世界其他范围之内 包括其他范围之内 对 印度现在很惨 非常sid 谢谢大家 更多 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